原创独家出品《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颇奖 小编C 捏水啸 第922章 认出 一指出 吴良就感觉自己所在的空间化成了一方天地 他则被这方天地无情地压制 这一刻 吴良就感觉自己的一切神通都渐渐地虚化 他自身也化成了人世间一个寻常生命 处在一个最平凡的人世之间 人世间中的一切都被浩瀚力量掌控 他在这等掌控之中就形同蝼蚁一样 哪怕他再想 依然处于别人的规则之下 当这规则彻底成形之后 他将再无反抗之能 好强大的规则神通 吴良第一时间就察觉到这是一门无上大神通 他几乎下意识地要寄出自己的五行线了 他相信自己的五行线必能破开莫无忌的大神通 再不寄也足以让他脱身 但吴良瞬间放弃了这个想法 他久经战阵 隐约预感到莫无忌不会只有这一只人世间 哪怕他冲出了这人世间 等待他的恐怕依然是死亡 他能活到今天 就是因为他的预感非常准确 五行线依然被吴良寄出来 吴道斯县寄出的瞬间 莫无忌的人世间出现了一道裂痕 天地规则似乎再次回到了吴良所在的天地 就在莫无忌以为吴良会顿走 他准备在吴良顿走的瞬间 祭出七戒指的第二届天地之时 吴良居然冲向了那道地标裂缝之中 莫无忌的七戒指第一届人世间 第一次没有给对手造成任何的伤害 果然强 不但强大 而且对战机把握还非常的精准 莫无忌并没有觉得奇怪 吴良如果如此好杀 他就不会是神域巢 御神镜十大狠人之一了 最主要的是他的修为太低 七戒指第一只人世间仍有破绽 如果他和吴良一样的修为 吴良的五行线再强大 也无法撕开他的人世间 不 只要他现在是御神四层 吴良就无法撕开他的人世间 吴良冲进了裂缝里 莫无忌几乎没有任何考虑 也冲了进去 那裂缝可是大慌说过 有顶级宝物所在的地方 莫无忌岂能让吴良单独进来 莫无忌和吴良几乎是一前一后进了裂缝 在他俩进入裂缝之后 赶来的一群人 意识迅速冲到了裂缝旁 取悠没有继续逃走 就算死亡师兄还在外面 此时此刻也不敢再对他动手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我怎么看见吴良 被他轰得逃到了裂缝里 一名玉神七层的南修盯着裂缝 有些不敢相信 师师们 刚才和吴良动手的人是谁 居然一招之内 就让吴良主动逃进了地表裂缝 又一名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走过来 颇为疑惑地问道 取悠赶紧答道 见过孔匪师兄 刚才那人我也不知道 他一来就挑衅吴良 就好像和吴良有什么仇恨一般 对眼前这孔匪 取悠还是很尊敬的 天机神宗真传弟子 为人正直 以身修为还非常之强 他之所以没有神御朝十大狠人出名 是因为他的形势温和 得饶人处且饶人 很少赶尽杀绝 还有这等强者 孔匪精益地自言自语一句 在他看来 能把死亡师兄武良逼退的御神镜 那可都是有数的 此时 一直跟在取悠身边的那名女修笑着说 那几人 应该是看见武良想对取师姐动手 这才忍不住出手 很可能 是取师姐的爵士容颜救了我们几个 取悠闻言脸上微微一红 其实他也有些怀疑 莫无忌出手是为了他 他对自己的容貌自然是清楚 别说是在神域潮了 就算在整个神域 不知有多少强者想与他结为伴侣 之前那个对武良动手的年轻人 对他有好感也不足为奇 只是 许有感觉 如果那个对武良动手的人对他有好感 为什么要赶他们走呢 还有 他总觉得这个出手对付武良救他的年轻修士 颇有些熟悉 至于到底是谁 他一时间也想不出来 知神这个人自称是九眼神宗的 不过我们猜测 他应该不是九眼神宗 他一容了 戴了个面具 被武良追过来的那名男子站出来说了一句 他的话大家都明白 九眼神宗虽然是大宗门 但这个宗门的御神强者 着实是有限 能轻松把武良逼近地表裂缝的 还真是找不出来 一名九眼神宗的弟子哼了一声 显然对这话有些不爽 他九眼神宗可是有神王存在的 区区一个武良又算得了什么 孔非呵呵一笑 主动插开了话题 哎呀 大家来这儿应该都是一个目的吧 在这儿发现了一道曝光 莫非这个曝光 就是从这裂缝里传来的 所有人都紧盯着裂缝 就算是他不说 大家也能猜到 这裂缝很可能是 曝光发出的地方 孔非缓缓地说 嗯 如果我没猜错 那曝光 应该就是发自这道裂缝 大家看这片地方 除了这个裂缝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奇怪之处了 孔非的话说完后 还是没有人接口 这个裂缝神念不能渗透到底 没有人愿意轻易下去冒险 此时有人提议 谁有兽宠 可以让兽宠先下去 听到兽宠之后 大家都将目光 集中在了一名娇弱的女修身上 那女修连忙说 我的小朵修位还太低了 不能下去的 人群中再次有一个冷横的声音传来 哼 如果我有兽宠 我肯定放下去 既然大家都来这儿寻宝 那自然该一起处理 娇弱女修认得这个冷横的修士 九眼神宗弟子太冒 九眼神宗可是出了名的霸道 他畏畏缩缩 拿出了一个灵兽袋 并且小心翼翼打开了袋子 小朵 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危险 如果有危险 你就不要进去 一个像小狐狸般大小的兽宠钻了出来 似乎听明白了主人的话的意思 他走到了裂缝旁 小心翼翼看了一下 然后转身就走 似乎那裂缝之中 有什么危险存在一样 一名金袍男子一步上前 直接将堵回来的兽宠 踢下了裂缝之中 你 娇弱女修 看见自己的兽宠 被人强行踢下去 顿时大击 但他却不敢呵斥出声 这个踢他兽宠的 就是九眼神宗弟子太冒 也是因为他 他才不得不将自己的兽宠 给拿出来 太冒 你太过分了点吧 那裂缝里面显然有危险 你居然将别人的兽宠踢进去 徐优原本不想站出来的 但他想到了曾经 在神域朝海底帮他的那个修士 人家似乎也不认识他 却主动站出来帮忙 甚至事后 根本没有找他要任何的报酬 徐优话未说完 忽然争主 他终于想明白 为什么看见挑衅死亡师兄的 那个修士有些熟悉 这个人 就是之前在神域朝海救他的那个人 绝对是 如果说无意中有两次救了自己 曲优是绝对不信的 他现在也开始怀疑 莫无忌是针对他有仰慕 然后偷偷躲在暗中保护他 只是对方的修为比他强太多 让他一时无法察觉而已 一想到这里 曲优的心蓬蓬乱跳起来 他倒不是对莫无忌产生了爱慕 而是因为他迫切想知道 想救他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毕竟 当初在神域朝海 若非此人出手相救 他早就陨落了 无论对方是谁 自己都该真诚地在他面前进行感谢 一个畜生而已 太茂淡淡淡地说 他敢呵斥那个不知名的交入女修 但在曲优面前 他还不敢拖大 几乎就在太茂说出这几个字的同时 一声凄厉的叫声从裂缝中传出来 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许 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这凄厉的叫声 应该就是刚才那个叫做小朵的兽宠发出来的 在这个兽宠下去后 只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叫声 就再没了声息 哪怕是众人的神念扫进去 也看不到半点动静 小朵 娇若女修起声叫了一句 很显然 他的兽宠小朵和他关系匪浅 一名只有御神初期的修士 毫不犹豫转身就走 宝贝是好 也得有命才能享用 他一个御神初期 就算是这裂缝中没有危险 他也无法抢过别人 随着这名御神初期的修士退走 陆续又有几名修士退离 孔飞看着曲优 师妹 你呢 曲优摇了摇头 我等会再走 先看看 他心中有些凌乱 如果刚才下去的那个修士 真的是在神域朝海底救他的那个人 那可是救了他两次了 这个裂缝中显然有危险 对方救了他两次 他现在明知其中有危险 那要不要下去救他一回呢 墨无忌刚一进入裂缝 无道杀起便席卷而来 几乎将墨无忌周身的空间全部给过歇 墨无忌也算是九经战阵 他进入裂缝的时候 不但领域早已护住周身 神念更是察觉到了武良并没有埋伏他 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明明看见武良冲进了裂缝身处 可这家伙还在裂缝的入口处 布置下了五行县杀机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